接下來看十一章 十五行傳十一章 你看十五行傳的十一章 第一節到十八節 這一段是講到不過傳統的爭辯 所以這是一個爭論 在爭論一件事情 為什麼會爭論呢 第一節到第四節 就講到這個爭論的原因 這個原因裡面 我們看第一節 使徒和在猶太的眾弟兄 聽說外方人也領了神的道 這裡講到使徒和在猶太的眾弟兄 他們也聽到了這個消息 什麼消息呢 就是外方人也領受了神的道 外方人也領受了神的道 這外方人領受神的道 現在來講沒有什麼事 但是以色列百姓 他們對於外方人來信耶穌這件事情 是一件大事 一件大事 因為在他們的觀念裡面 神的救恩是給他們的 給猶太人的 不給猶太人以外的外方人 所以彼得傳聞給百夫長哥里流 是一個突破傳統的 突破他們原來猶太人傳統的 他們不可能把這個救恩傳給外方人 那我們昨天已經講過了 為什麼彼得敢去 不是彼得他知道這些事情 而是神直接藉著意象 藉著聖靈 藉著天使的引導 還有百夫長哥里流的接受 所以福音就讓各一流來接受 那這些事情只有彼得 和跟彼得去的那些猶太人知道而已 那當然這種消息相當的大 所以很快就傳開了 那傳開了其他使徒 和猶太的眾弟兄也聽到了 聽到這個外邦人也信了主 外邦人也信了主 這對猶太人來講是一件衝擊 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的事 那既然這是一個衝擊 我想也應該在教會裡面 產生很大的爭論 很大的爭論 那這些爭論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遇過這種事情 也從來沒有把福音傳給外邦人 這是頭一招 所以在十一章第一節記得很清楚 使徒和猶太的眾弟兄 聽說外邦人也聽說這神的道 對他們來講是一個衝擊 第二個這個時候彼得就跟那些人來辯論這件事情 我們看第二節 即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 那些奉割禮的門徒和他爭辯說 你進入未受割禮之人的家 和他們一同吃飯了 為什麼這一些受割禮的門徒 要跟彼得來爭論這些 因為在他們的觀念裡面 未受割禮的跟受割禮的是不一樣的 受割禮的是聖結的 未受割禮的是不聖結的 那麼聖結的就不能夠進到不聖結的家裡面去 彼得進到未受割禮的百夫長割禮的家裡面 就他們來講已經違反了他們所訂的律法 這原本是他們的傳統 不可以這樣做的 那他們當然不知道為什麼彼得要這樣做 原因是因為主耶穌的指示 聖靈的引導 意向的這個啟示 所以彼得不得不要進到割禮的家裡面去 那一些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和受割禮的門徒 他們並不知道彼得他遇到了這些事情 所以他只聽說彼得進到未受割禮的家庭裡面去 所以他就跟彼得爭論說 彼得他破壞了猶太人的傳統 他違背了猶太人的律法 這是一件大事 所以當他們知道之後 他們就跟彼得爭辯 當然彼得也在這個時候表明他的立場 表明他為什麼要進到割禮的家裡面去 所以當他們在爭辯的時候 彼得就開口說話 我們看第四節 彼得就開口把這事挨賜給他們講解說 彼得詳細地把經過告訴他們 把經過告訴他們 讓他們能夠明白為什麼 他要進到未受割禮的哥尼流家裡面去 那哥尼流家裡為什麼 能夠因為彼得到他家去 他們就信主 這整個經過彼得都很詳細地在敘述 讓那些對這件事情有疑惑的人 能夠清楚明白 並且能夠接納外邦人信主這件事情 因為從意象當中 從聖靈的引導裡面 神已經告訴彼得說 他的救恩已經要臨到外邦 神看為捷徑的人 人不可看作是不捷徑的 外邦人過去是 在猶太人的律法上是不捷徑的 不聖結的 但是現在因為主耶穌救恩 這些人在主耶穌的眼中 他們都是聖結的 既然主耶穌看作是聖結的 就沒有人能夠看他為不聖結 所以彼得他就因為這樣子 進到哥里兒家裡不去 這是彼得他向當時候的人 所做的一些見證 那從第五節開始 第五節開始一直到十七節 第五節開始一直到十七節 這一段就是彼得所做的爭辯的內容 這內容裡面有講到四件事 第一件事 首先彼得先講到意象的指示 意象指示 從第五節到第四節 第五節到第四節就是 使徒行傳第十章的第九節到十六節 是一樣的 他把意象所看見的這個過程 在與猶太人爭辯的時候 再一次的講得非常詳細 非常詳細 他看見的意象 就是說 他在禱告的時候看見的 他混流像外的時候看見的 所以他不是一個實體 不是真的有天上東西掉下來 是一個意象 文有像外是個意象 看見什麼呢 有一步降下 好像一塊大步 記著視角 從天最下直來到我跟前 我定睛觀看 看內中有地上氏足的森樹和野獸 昆蟲 並天上飛鳥 我且聽見有聲音向我說 彼得起來窄了吃 我說 主啊這是不可的 凡俗而不洁净的物 從來沒有入我的口 第九節第二次有聲音從天上說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當作俗物 第十節 這樣一連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這是彼得所講的第一件事 說他看見了這一個很特別的意象 這個意象裡面有一句話非常重要 就是神對彼得說的 說什麼呢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當作俗物 那神為什麼讓他看見這個意象 這個布包裡面的那些不洁净的牲畜 野獸啦飛鳥啦 是指什麼 是指著外邦人 外邦人在猶太人的律法裡面是不洁净的 所以不可以跟他一起吃飯 不可以跟他一起一起同坐 不可以進入他的家裡面 不然你都不洁净了 所以在猶太人觀念裡面 外邦人是不洁净的 是不跟他交往的 但是現在呢 神已經把他看成是洁净的 洁不洁净不是由人來決定 而是由神來決定 過去神認為 以色列百姓要跟他們分別為聖 用割禮來做一個記號 但是現在呢 因為耶穌基督的救恩要普及天下 每個世人都能夠領受這個救恩 所以神已經把那本來 以為不洁净的世人外邦人 現在在神的眼中都看作是洁净的 那這種信息啊 猶太人絕對沒有辦法接受的 因為幾千年來 猶太人的認定當中 就是他們只有以色列人能夠得救 是神的子民 怎麼可能外邦人也是神的子民 也是捷徑的呢 他們沒有受過割禮啊 因為割禮是神跟亞伯拉人所定的約 不可能又再跟其他人定約啊 所以他們幾乎百分之一百 不可能接受外邦人 就是因為不可能接受外邦人 所以神才用這個意象 用這個意象來告訴你的 而且很嚴重的很嚴肅的告訴他說 神所捷徑的 你不可當看作食物 這是神捷徑的 神捷徑外邦人的 所以你們應該要接納他 他們已經在神面前成為聖結了 現在所缺少的是什麼呢 缺少的就是你去傳人給他 讓他接受洗禮 最得盛成為神的子民 這就是彼得他所看見的第一個意象 一連三次 一次 第一次或許彼得想說可能是錯覺吧 第二次或許彼得想說 怎麼那麼恰巧 第三次那就不一樣了 連續三次 所以彼得他就很確定的說 這是從神來的啟示 他知道了 這是彼得所說的第一件事 如果沒有彼得看見這個意象 他絕對不敢到哥尼二家裡面去 第二個 不但意象來提示他 還有聖靈來吩咐他 我們看十一節 正當那時有三個人站在我們所住的房門前 是從該撒利亞才來見我的 十二節 聖靈吩咐我和他們同去 不要以疑惑 同著我去的 還有這六位弟兄 我們都進了那邊的家 十一節十二節就講到 當彼得還在猶豫的時候 他想說這個意象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神要從天上降下不洁凈的東西 要我吃呢 而且神說神所洁凈的你不可當作食物呢 為什麼這樣子呢 他還在那邊想為什麼的時候 就有聖靈告訴他 為什麼 因為樓下已經有三個人來找他 就是戈尼流所派來的三個前程的人來找他 找他做什麼呢 要他到戈尼流家裡面去傳福音 給戈尼流聽 講道給戈尼流聽 那我們昨天有講到 為什麼戈尼流知道派人來呢 也是聖靈啟示他 天使告訴他 要他到約帕這個地方來邀請彼得去 所以這些都是神直接的一種引導 所以當三個人來了之後呢 在門前 然後聖靈就吩咐彼得說 我和 混入我和他們同去 不要疑惑 所以這個不是彼得自己要去的 是聖靈吩咐彼得要去的 不一樣 所以彼得就講了 不是我要去的 首先我是看見印象不明白 後來聖靈吩咐我要去 是聖靈吩咐我去的 彼得講的第三個 第二個 再來第三個 十三節十四節 彼得就講道從戈尼流所得的啟示 我們看十三節 那人就告訴我們 他如何看見一位天使 站在他屋裡說 你打發人往約帕去 請他稱呼彼得的西門來 他有話告訴你 可以叫你和你全家得救 這裡又講到戈尼流為什麼會派人來 為什麼有三個人會來找彼得 彼得人在約帕 戈尼流他在蓋薩利亞有一段相當遠的距離 他怎麼會知道要去請戈尼流 請這個彼得 他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是天使啊 天使吩咐他的 天使吩咐他的 天使吩咐他 來請彼得 如果不是天使吩咐戈尼流來請彼得 怎麼知道彼得住在約帕呢 怎麼知道請彼得去呢 因為戈尼流從來也不認識彼得 他也沒有看過彼得 那彼得也不認識戈尼流 當中如果不是神的安排 怎麼可能有三個人來要請彼得去呢 這是第三個彼得所說的 第四個更重要的我們看十五節 我一開講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 正像當初降在我們身上一樣 我就想起主的話說 約翰是用水施洗 但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十七節 神既然給他們恩赐 像在我們信主耶穌基督的時候 給我們的一樣 我們是誰能攔阻神呢 第四點彼得就講到 我講到的時候 聖靈就降臨在他們身上 與我們當初受聖靈的時候一樣 我們是誰能阻擋神的恩赐呢 這個是彼得對那些質疑 他的受割禮的猶太人的詢問 爭辯所說的話 那麼這四件事情都是絕對性的 都是主耶穌親自主導的 都不是哪一個人想要做這個做那個的 都是神直接引導的 包括意象聖靈的吩咐 割禮由從堅持所做的啟示 還有聖靈降臨下來 難道是彼得自己做的嗎 難道是個理由自己想要的嗎 都不是 這個外邦人信主的這一件 這麼重道的事情 是神直接引導的 非常奇妙 所以今天我們都是外邦人 因為我們不是猶太人 我們不是猶太人 只有猶太人才是神的選民 我們是外邦人 中國人也是外邦人 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夠領受這個救恩 其實都是主耶穌親自把這個救恩 臨到外邦人 絕對不是哪一個外邦人 有這個能力說 我要去尋找這位神 不是這樣子 你看從割禮由一家受洗 他是外邦人的第一個信主的 來看的話我們就可以知道了 就可以知道 真的是神在外邦人當中 開了一條救恩的大門 是神主動開的 主動開的 如果不是耶穌主動開這一個門 就沒有人能夠進到這一個恩典的門裡面 尤其是外邦人 這就是外邦人領受救恩的開始 那彼得就是像那一些懷疑質疑 與彼得爭辯的這一些 猶太人所說的內容 那這些內容 會讓那一些有質疑的人 啞口無言 因為這些都是神主動的 那麼既然是神主動的 有誰能夠阻擋得了神呢 如果你們要阻擋的話你們阻擋 我彼得不敢阻擋 所以他就去了 也為他們施洗 為他們施洗 然後第三個他就報告結果了 我們看十八節 眾人聽見這話就不言語了 只歸榮耀與神說 這樣看來神也是恩給外邦人 叫他們悔改得生命了 眾人明白神的旨意了 眾人都明白了 本來是懷疑的 本來是覺得彼得這樣做不應該的 本來他們認為外邦人 是不可以領受救恩的 那麼經過彼得這樣子的解釋之後呢 他們完全明白 所以在十八節他們就講了 眾人聽見這些話就不言語了 不再懷疑了 不再有不一樣的聲音 只歸榮耀給神說 這樣看來神也是恩給外邦人 叫他們悔改得生命 所以這個 有時候在信仰的歷程裡面 我們真的要去體會神的旨意 我們有時候用了很多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作為 都做不了什麼事 如果說我們能夠順服神 有信心的依靠神 神動功的時候 根本我們都是被動的 像彼得在這個工作裡面都是被動的 都是看意向來的 聖靈指示他的 就好像說在教會裡面 我們在做聖功 我們在傳福音 有時候我們努力的去傳傳傳到後來都沒有一個 但是我們很用心的打高有信心的 然後把自己的信仰生活靈修做好了 誒 目道者自然就進來了 自然就進來了 所以這意思不是說我們不要去傳訊音 而是說我們除了傳訊音以外 我們更要進到自己靈修的責任 然後我們才能夠相輔相成 把教育的事工做得好 神要成就的事工他一定會引導 就好像外邦人要信主 也是主耶穌親自引導 所以大家就沒話說 看到神的功大家都沒話說 歸容要給神 因為他們怎麼樣 他們知道神已經把這個救恩 也引到外邦人 叫他們能夠悔改的生命 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思考幾件事情 思考幾件事情 第一件是 傳統有它的價值性 我們不要認為傳統都沒有用 所以有些年輕人就是要突破傳統 突破傳統 傳統不是什麼都不好 傳統有它傳統的價值性 只要不違背真理 傳統有它的價值性 所以我們不要隨便顛覆傳統 第二個 傳統並不是真理沒有完全 所以傳統有可能會隨著時代而改變 有可能也會因為我們明白真理的來改變 所以我們在教會裡面 不要堅持傳統 傳統跟真理有所爭執的時候 我們要懂得把傳統拿掉 就好像 猶太人的傳統裡面 神的救恩絕對不可能給外邦人領受的 幾千年來都是這樣子 這就是他們幾千年來的傳統 他們一定跟外邦人不接觸的 不一起吃飯的 連跟猶太人的罪人都不一樣 不要跟他們一起吃飯 怎麼可能進到外邦人家裡面吃飯呢 又怎麼可能把這麼重道的救恩 介紹給外邦人 簡直是不可能的 但是啊 當神親自引導的時候 神的這種引導就突破了幾千年來 猶太人的那一種傳統 所以你說真理重要還是傳統重要 當然是真理重要啊 傳統是人來的 真理是神的 所以當我們看見聖經的道理的時候 而且明白啦 那這個聖經的道理跟我們的傳統有所不同的時候 我們就應當要突破傳統 守住真理 這樣才對啊 傳統就是所謂的遺傳啊 所以主耶穌在馬太文的十五章那邊記載 我們不要尊重遺傳啊 結果廢掉神的誡命 誡命就是真理啦 所以我們要去想到真理的問題 這本聖經就是我們的真理 這本聖經就是我們的真理 所以當時候 彼得他們有沒有信約聖經 沒有啊 他們哪有信約聖經 信約聖經是後來才寫的嘛 對不對 他們經過了之後 知道了這些真理 知道了這些作為 所以他們要記錄下來 成為我們後人遵循的一個真理的標準 就是這樣子 所以當時候他們是沒有信約聖經這一個真理的標準 所以他們必須要藉著聖靈的直接吩咐 有意向的這個帶領 意向的帶領 那現在呢 我們不用 我們現在這一本聖經就是我們的意向 這一本聖經就是我們的意向 聖靈引導我們看明白聖經的道理 用聖經的道理來帶領教會 來帶領教會 這非常重要 我們看提摩太后書 提摩太后書第三章十六節 我們先看十五節 提摩太后書第三章十五節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 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十六節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 於教訓督者使人規正教導人學意都是有益的 教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這幾節聖經非常清楚 我們如果能夠明白聖經的道理 這聖經的道理能使我們因為信耶穌基督有得救的智慧 所以今天我們要得救的智慧在這本聖經裡面 再來十六節說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默示就是好像我們過去使徒所看的意象 意象也是一種默示對不對 告訴他們 聖靈的分布也是一種啟示 聖經都是神所啟示的 於教訓督者使人規正教導人學意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這本聖經是叫完全的 所以不必再有什麼聲音有什麼意象 這些都已經是之前的 現在這些意象跟這些聲音都已經在 新約聖經裡面表明的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不必再 祷告求神告訴我什麼事情 也不用祷告說求神讓你寫意象給我看 指示我什麼事情 這些都是以前的事 聖經的內容已經全備了 讓我們得以完全 聖經 所以今天我們在教會裡面 我們要謹慎這些事情 當有一個人常常看見意象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分辨他 我們不要說你這個意象一定是 一定是魔鬼不要這樣講 但是當他把意象講出來的時候 我們用聖經的道理來印證他就對了 如果他跟聖經的道理是互服的 那這個意象肯定是從魔鬼來的 如果他見到意象跟聖經是完全相符的 我們還要謹慎 有時候是他自己編造出來的 因為他曾經聽過 他自己編造出來的 自己編造出來的 這是我們要去謹慎的地方 所以按照聖經的道理 如果我們能夠把聖經的道理熟練 熟練 那麼我想我們就能夠 因為所明白的聖經道理得以完全 而且能夠有得如舊的指揮 就不必要再透過什麼意象啟示 從耳朵有聲音告訴你 而且啟示的東西都是雞毛撞皮的事 你要考上大學 我看到了你已經考上大學了 我看到了我都丟掉的東西 在哪裡可以找得到 這些跟救恩有什麼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就是很容易魔鬼常用這種東西 讓你一直要追求這個 追求到後來你就放棄了屬靈完全的生命 這就跟我昨天講的那個 一顆一顆一顆那個胡瓜子 就能夠長出那個東西 是一樣的雕從小跡的 在救恩的這件事情上面 是無關緊要的 只是牢籠人的心說 哎呀怎麼那麼厲害 那麼厲害幹什麼 那麼厲害也不能夠給我們得到生命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我們要去分辨它 所以 話又說回來 今天我們教會有一些傳統 有時候我們要固守傳統 為什麼 因為這個傳統是不錯的 是能夠讓所有的弟兄姐妹 能夠合一的 這需要 但是當我們發覺到這個傳統跟真理 有所抵觸的時候 我們要捨得把這個傳統拿掉 把真理放在教會裡面 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那過去我們在教會裡面 有一些是傳統 那這些傳統是什麼 是世俗的引進到教會裡面來的 世俗引進到教會裡面來的 那世俗引進到教會裡面來的 如果它沒有違背真理 沒有關係啊 它沒有違背真理嘛 比如說我們吃飯 吃飯一定要先洗手 吃飯一定要做什麼 那可沒有違背真理啊 可以啊 或者是說 我們在教會裡面做什麼事情 只要沒有違背真理的 而且大家都認同 這沒有關係 這沒有關係 像 第一天晚上 我會再講到那個商禮的事情 商禮這件事情 這些有些是外面的人那種迷信 但是有些不是 有些是一種認知 什麼叫認知 我做這個動作是要表明我是什麼身分 我做這個動作 我拿這個東西 不是因為我拿這個東西得平安 是因為我拿這個東西 或做這個動作是要表明我是什麼身分 讓外人看到說 你是這個死去的人的什麼人 這個就不是迷信啊 這是一種辨別嘛 辨別跟迷信是不一樣的喔 不要把辨別也當成是迷信 那這樣就很奇怪啦 很奇怪喔 所以我們一定要分辨它 分辨它 這些有些是傳統 傳統就是以前留下來好的傳統 讓人家知道說 哎呀一個商禮裡面 你穿什麼衣服 拿什麼東西 那表示說你是這個 這個死亡人的什麼什麼人 讓外國人看見 他有什麼人什麼人 這應該是可接受的 那如果說哎呀我家裡有商事 我要穿這個衣服才能夠得平安 我穿這個衣服才不會怎麼樣 那就不會有問題了 這是迷信 因為你要得平安是因為你穿這套衣服 然後做這個動作才能得平安 那就不對了 完全不對了喔 所以這個我們要去分辨它 傳統不一定是不好 但是傳統跟真理有所違背的時候 我們要把傳統拿掉 不然的話我們會喪失真理 喪失真理的人就不能得救 所以我們一定要熟讀聖經 我們帶領 傳這個教會的帶領者 我們要熟讀聖經 明白說哎呀這個分辨一下子 這個可不可以做 那個可不可以做 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能夠讓我們的信徒 來得到招求 所以我們在教會裡面 發現到有些傳統 不要一去了就把所有傳統都砍掉 這樣會整個教會都散掉 但是我們要謹慎 用真理來檢驗我們的傳統 慢慢的檢驗 這樣好嗎 這樣對嗎 真理是這樣講的嗎 合乎真理嗎 有沒有違背真理呢 如果違背真理 那我們就在這當中把傳統拿掉 就好像在有些傳統裡面 外方人是不能信主的 沒有機會得救的 但是呢 當神的聲音出來啦 有神的言語啦 這個傳統就必須要拿掉 因為這是神的真理神的話 我們不能違背神的話 所以不能夠看重 不要看重 傳統勝過看重神的真理就對了 這個觀念一定要有 所以真理不可變 其餘的呢都可變 真理不可變 其餘的呢都可變 所以在教會裡面 真的要突破傳統 不那麼簡單 不那麼簡單 但是我們要一個概念 如果真理明白啦 清楚啦 而且跟傳統有所抵觸的時候 我們要誓死捍衛真理 因為只有真理引導我們能夠進天國 就好像雲柱火柱引領以色列百姓在曠營 真理跟聖靈引導我們在信仰道路上面 如果你把真理拿掉啦 就好像把雲柱火柱從這個曠營當中拿掉啦 以色列百姓能夠進加南地嗎 才怪啦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定要重視真理 明白聖命的道理 用聖命的道理去分辨它 這就是突破傳統的爭辯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現在在我們教會 比較混亂的這個時代當中 我們更應該這樣做 過去在我們的家鄉裡面也是一樣 我小時候也常常有這種爭辯 什麼爭辯 傳統跟真理的爭辯 所以我們那邊有一個真理研究會 真理的研究會 總會有一個真理的研究委員會 真理的研究委員會 有問題就送到真理研究委員會去研究 研究完之後 一次研究兩次研究三次研究 研究到完完全全合乎聖經的真理 就送到各教會 按照這個真理來 因為真理是最重要的 你沒有真理的話 教會就要垮掉了 教會不是人代理的喔 教會不是人代理 教會是真理代理的 聖靈代理的 所以我們要看重聖靈 看重真理 所以有一個也專門在研究真理的 比如說蒙頭的問題 我小時候 很小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康護叫做真理研究康護 真理研究康護他們 有這個問題了 每個人都可以發表意見 你寫文章發表 發表到那個真理研究這本書裡面了 然後真理研究委員 大概十幾個 就是教會裡面的展示傳道 對聖經特別研究的 就開會 針對這個問題 用聖經的道理 來研究它 要怎麼做 那不是研究一次 不是開會一次啊 一個問題要開會好幾次 大家每一個委員參加的人 都認同喔 當中只有 只要有一個認同 不認同啊 就重新再來 因為真理不是用舉手表決的 五個人開會 四個人舉手 這是真理 不是 真理是要講給大家都認同的 聖經的道理是這樣子 大家都認同才可以 不能夠舉手的 不是在選負責人 說他要四個人有八個人舉手 你就當負責人 不是 真理不是用舉手表決的 真理是什麼 真理是大家都一定要 一定要完全認同才可以 不然的話一定會分裂 一定會分裂 我的意思跟你不一樣啊 那你是你 我是我 完蛋了 所以我們要很看重真理的這個 所以每一個問題 像蒙頭我知道至少討論好幾年 那個刊物裡面 每年每年 它大概幾個月有一刊 三個月一刊 三個一本嘛 每年出來都是蒙頭 蒙頭蒙頭蒙了好幾年的頭 都還蒙不完 後來呢 後來就一個定案 不必蒙頭 為什麼不必蒙頭 那個都有結議 那個 三弟兄那邊有一張 那個 一張那個 王長老所寫的 其實那個裡面很多都是 過去的定案 過去的定案 過去 真理研究的人 過去的定案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不懂 為什麼不懂 有它的 有它的一段很長的一個 一個真理研究 所以我們可以拿去做參考 所以如果我們對真理有問題 我們可以組成一個真理研究 研會 來研究這個真理 那研究好了之後 送到各教會 就按照這個所研究的 來遵守 除非你認為這個研究有疑問 你可以再往上行 你在誰一篇文章再往上說 我還有疑問 我還有疑問 為什麼疑問 那你的疑問 真理研究委員在管理解決 那就按照這個研究的方法 來不來 過去是這樣子 所以很多真理都是這樣 這樣一而再再而三 這樣研究研究 研究到後來 大家會認同這件事情 認同這件事情 這個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那真理站住腳 教會才會興旺 如果真理站不住腳 翻來覆去 一下子北方的道理來了 就被弄翻了 一下子這個純正真理進去了 又改正過來了 又翻了又改了 又翻了又改了 又不用發展教會了 真理一定要堅持到底 我們當同工一定要這樣子 真理帶領我們才有辦法 讓我們離開曠野 如果沒有用真理來帶領 用人的那種思考模式來帶領 永遠在跨野在那邊上 繞到後來就死在跨野 所以我們要重視真理 突破不符合真理的傳統 才能夠讓自己在這個信仰上 讓教會能夠在這個信仰上得到長進 這是突破傳統的爭辯 再來我們看這個十一章的十九節到三十節 十一章的十九節到三十節 這一段是記載福音在安提赫的增長 福音在安提赫的增長 安提赫我們前幾天有講過 安提赫是外邦人的中心 中心教會 外邦人的中心 安提赫這個地方 安提赫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敘利亞的安提赫 一個是比西底的安提赫 我們這邊所說的是敘利亞的安提赫 兩個安提赫但是不一樣地點 這是敘利亞的安提赫跟比西底的安提赫 我們這邊所說的是外邦人的福音中心 這個是敘利亞的安提赫 這個安提赫裡面 這個福音增長得很快 所以安提赫這個地方就成了一個傳教的中心 外邦傳教的中心 後來保羅有三次國外傳道對不對 都是以安提赫為出發點 然後傳完之後繞回來回到安提赫 休息一下 第二次又出去又回來 第三次又出去又回來 都是以安提赫這個教會為中心的出發點 也是他回來的地方 所以我們怎麼算保羅有三次國外旅行步道 就是以安提赫為主 他出去又回來這一次 出去又回來又一次 出去又回來又一次總共三次 這是福音在安提赫的增長 首先的增長 這個也是神特別安排這個地方 要成為外邦傳教中心的一個開始 所以神讓這個地方特別發展 發展到後來成為一個能夠供給工人到外邦傳福音的一個教會 就好像我們烏正這個地方 我們常常在這邊舉辦講習 這個地方因為很方便 可以供給大家來這邊學習 而且是一個中心的地方可以供給他學習 一樣的道理 這是神給我們烏正的一個恩典 我們能夠享受這個恩典是非常好的 而且能夠做接待的工作 好像安提赫教也能夠做接待的工作 就是在主耶穌面前是蒙紀念的 而且是能夠得到更大恩典的 就好像亞伯拉海 他接待克里 用心接待對不對 結果不知不覺當中接待誰了 接待了神啊 他還不知道 後來他怎麼樣 後來神就跟他講 你要生一個兒子 對不對 他本來不能生的嘛 後來一百歲還能夠生一個兒子 他的太太幾歲有知道嗎 那一年他太太幾歲了 九十歲 九十歲 九十歲還能生孩子嗎 九十歲還能生孩子嗎 不可能啊 所以那個神在講的時候呢 沙拉在後面怎麼樣 暗笑 怎麼可能啊 我怎麼這麼老了 怎麼可能還生小啊 神怎麼說 你在後面偷偷笑嗎 那個沙拉嚇一跳 沒有沒有我沒有笑 神說你實在是笑啊 你要生一個兒子 九十歲了還能夠生一個兒子 我們現在有九十歲了嗎 親手一下好不好 我看六十歲都生不下兒子了 他九十歲還生兒子 為什麼 接待是夫妻 接待是夫妻 所以有時候我們做接待的工作 我們哎呀接待好辛苦喔 接待怎麼樣 那實際上 懂得接待的人就好像 那個那個 那個亞伯拉里一樣 他就能夠得到夫妻 那希伯來書那邊也告訴我們 接待是夫妻啊 我們看一下希伯來書 希伯來書的 第十三章第一節 希伯來書十三章第一節 你們不要長存弟兄相愛的心 第二節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 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 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 不知不覺喔 你不知道說欸 怎麼接待了天使 就好像亞伯拉里一樣 那接待誰 接待天使和神嘛 接待了天使和神 所以我們不要長存弟兄相愛的心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 這個客旅不是旅行的人喔 客旅不是指旅行 客旅是指什麼 傳福音的人 神的工人 那麼你就能夠 不知不覺當中接待了天使 好 所以我們如果為主耶穌做工被接待 那接待神功的人 其實福氣很大 你看以利亞被接待 被撒勒瓦寡物接待有沒有 以利亞三年六個月 沒有下雨那個以利亞 被那個寡物接待 結果那個寡物有沒有得到恩典 哇 得到特大的恩典 三年六個月都有都有麵吃 都有水喝都有油可以煎麵 煎餅 如果他沒有接待以利亞呢 他本來想說這些麵這些油煮一煮 就等著死啦 跟他孩子等著死啦 結果他願意用一些來接待以利亞 那他就能夠活了那麼久 一直到下面他還活著 就是接待 接待是這樣 以利沙也是啊 他被接待 接待他的人他孩子死了對不對 他就把他抱到以利沙 他接待以利沙那個房間 然後就派人去請以利沙回來說 以利沙我的孩子死了 趕快回來以利沙回來 趴在那個小孩子的身上 到剛才那個小孩子又活起來了 要不然的話 那孩子早就死了 所以接待事物器本來就是這樣子 那麼福音在安提兒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安提兒他成長很快 但是他願意來承接這個接待客人的工作 所以很多工人到那邊 就以安提兒為他的中心 做福音的工作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安提兒付出很多很辛苦 但實際上呢 神卻給安提兒教會特別的恩典 所以福音在安提兒這個地方增長很快 信徒增加很快 我們現在看二十四節 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 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 於是許多人歸福了主 許多人歸福了主 我們再看二十五節 他又往大樹去找扫羅 找著了就帶他到安提兒去 他們足有一年功夫和教一同聚集 教訓了許多人 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兒起扫 有沒有 那個巴拿巴在安提兒 結果呢 聖靈充滿大有信心 很多人就歸福了主 原來神已經在安提兒這個地方怎麼樣 開始要讓聖功發展福音興盛 信徒越來越多 然後神要造就這個安提兒教會 讓這個教會怎麼樣 成為福音拓展的中心 那巴拿巴是不知道 巴拿巴知道 所以他又去大樹 大樹就是誰的故鄉 扫羅的故鄉 保羅的故鄉 去請他來 來做什麼 安提兒這個地方 拓展教會 一年的時間在安提兒教訓 讓這個教會能夠在道理上面成長 在道理上面成長 那信徒在道理上面成長 他才有辦法明白 什麼是接待的福氣 不然的話 信徒如果沒有道理明白 這麼多繁重的工作 到後來他們會怎麼樣 埋怨神 什麼事情都是我們在做呢 為什麼那麼多別的家不做呢 一年的時間 在那邊聚會教訓他們 讓他們明白 其實在這一個事工上 如果我們願意付出的話 神絕對會在恩典上加添我們 讓我們領受更多 我們想像不到的屬靈恩典 屬肉的恩典 這就是為什麼巴拿巴還要到大樹去找 保羅來 一起在安提兒這個地方 住了一年的時間 建立這一些信徒的信心 讓他們能夠願意承接 這一個相當沉重的福音工作 巴拿巴他一個人夠不夠 不夠 所以他才要去大樹那邊找巴拿來 一個月夠不夠 不夠 所以他們要在那邊住一年 慢慢的把這一些信徒 在真理上造就好了 讓他們明白什麼是真理 讓他們明白什麼是接待 讓他們願意來接受 這一個從神而來的考驗 跟願意來接受從神而來的工作 後來呢 從十三章開始 保羅就從安提兒出發到各地去傳福音 第一次去哪裡 第一次去亞洲 第二次去哪裡 第二次去歐洲 第三次呢 又在亞洲另外一個角落 還有觸角到哪裡 非洲 所以這三次的國外旅行呼道 都以安提兒為中心 然後亞洲 歐洲 亞洲 以及非洲一點點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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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當時候能夠把福音傳到外國去的 把福音傳到那麼有地方去的 除了保羅有這個能力以外 安提兒教會 也給保羅相當大的支柱 讓保羅能夠以安提兒這個地方 作為新聖教會的一個中心點 相同的 如果今天我們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屋鎮這個地方 我看屋鎮這個地方 好像比較自由一點 能夠在這邊 來講些其他可能比較難一點點吧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因為我只有來過這裡 其他地方我沒有去 也不敢去 也不能去 我是很想去 但是不能去 不敢去 我是敢去 但是 好像不能去 因為我的工作也很多 不是只有這邊的工作 我還有很多工作 很多我原本自己的工作 所以時間安排都已經滿滿了 這邊講完之後要馬上回去 要接續其他工作 所以有很多人要叫我去那邊看一看 我都說好啊 但是請你給我一些時間 找不出時間 這是很想去但是沒辦法去 所以我來 來了兩次都是在屋鎮 都被關在這個會堂裡面 我連下日一樓都不敢 休息時間都跑到那個地方去 看看外面的風景 所以我連下日都不太敢 都不敢走出門 吃完飯就上來這邊躲著 是這樣子 所以 我不是不想出去 我是不太敢出去 怕造成大家的困擾 對不對 萬一有發生事情 大家困擾也滿大的 所以我盡量是躲在這裡跟躲在那裡 這是為什麼只有這裡跟那裡 因為有很多不便的地方 所以我對這邊也不是很瞭解 但是我對大家是認識的 很認識的 因為兩次見面了 對不對 有的是兩次有的是一次 但是我感覺到 屋鎮這個地方應該是可以當作 我們這一個大區 這個大區裡面的一個 一個中心的地方 讓這個中心的地方 我們也要讓這個交易裡面 強壯起來 堅強起來 堅強起來 所以我應該要建立一下 這個不見那邊的 都來關心這個地方 讓這個地方強壯了 好像安提和教會一樣 他只要幫我往那邊去 去安明 我是兼顧其他教會 每一個大區裡面 一定要有一個教會 他比較剛強的 就好像福建 福建福清 山山 因為他的教會比較健全 所以他就可以把整個 整個區域的那個教會 都弄得很好 這次我上個禮拜 在那邊上一個禮拜的課 所以這次來上課 跟上一次聲音不太一樣 對不對 這次上課聲音比較有磁性 所以一點點沙啞 對不對 因為上次 上個禮拜已經在那邊講一個禮拜 禮拜天 講到禮拜天中午 十二點半 吃飽飯又就 馬上大會寄到這裡來 馬上大會寄到這裡 所以等於中間都沒有休息 所以這幾天 可能有一點點搞冒 所以這個聲音就比較 比較沙啞 比較沙啞不好聽 應該講比較有磁性一點點 那福清那個地方 是因為有山山 最先是山山這個地方 很堅固 願意承擔 所以馬上就傳到福清 福清牧區 福清牧區 我這次去那邊訪問了 我覺得哇 承擔非常的快 而且非常的大 你都會這樣說 哇很大 很大 信徒都很熱心 然後福清之後 就又往北傳 傳到哪裡 福州 福州 然後又往南傳到哪裡 到廈門 整個地方 所以福清這個地方 變成是整個福建省的一個中心地帶 就好像我們現在所講的安提爾教一樣 那福清牧區裡面 發展非常快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道理 道理根基很好 有人願意負責 有人願意付出 有人願意犧牲 所以很快 所以他們那邊的教會都可以掛真耶穌教 我第一次去看到基督教 在這個地方看到基督教 感動得不得了 好久沒有看到這福治 因為他們那個中心很重 所以我再來這邊兩次 我覺得我們福建這個應該可以 可以成為一個中心 我們信律一定要有這個認知 成為中心往外擴展 會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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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的話真的 鞭層莫 鞭層莫級 應該從福建那邊 又到這邊那邊太遠了 這好像說 如果不以安提爾為中心的話 那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話 子彈打到這裡已經冷掉了 還能做什麼呢 是不是這樣子 這裡要另外一個中心 那北方呢 北方應該以北京為中心 北京我去過 我在那邊講習慧過 前年的12月 那一年是最冷的一年 零下十幾度 冷得我快點講不出話來 外面是零下十二度 裡面是零下三度 因為它剛建好的那個訓練中心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暖氣設備 只有一條水管 說用那個熱水流流過去 那叫做暖氣 動的不得了 我回去那個角度動傷 黑黑的 一點一點 北京那個地方已經有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訓練基地 那個地方如果成為一個北方的一個基地的話 往外拓展 就好像安提爾一樣 那去年的四月 我在這邊 兩個禮拜結束之後去長沙 長沙那個地方 以長沙為一個基礎 長沙一個朝中街 叫朝中街會堂 長沙市的朝中街會堂 那個地方我去那邊講講 那個地方 那個會堂是我們現在中國最古老的會堂 正耶穌教的 其實幾年的歷史 最古老的會堂就是在那裡 以前是在那個 湖州的那個大根堂 現在大根堂拆掉 重新再蓋一間非常漂亮的會堂 非常漂亮 花了大概三百萬 三百萬人民幣 非常大 很漂亮 那個會堂以前是八十幾年了 現在已經拆掉重新再蓋 因為那個是木板座的 木板座的已經沒有辦法承受 那麼大的壓力 所以把它拆掉重建 非常漂亮 很大 大概是四成樓高 三百多萬的人民幣 那個我剛講那個長沙的那個 朝中街那個會堂 七十幾年 那裡也可以成為 內陸居區的一個中心 所以你看沿海區 中原區 這個算是中原區 北方 內陸 剛好一二三四個重點 就好像安提爾礁一樣 定在那邊 我們把這個地方做壯大 有力量 剛好 所以現在是要以福建這個地方 做基準點 然後跳到這裡 把這個地方鞏固好了 再跳到北方 鞏固好了 再跳到這個地方 鞏固好了 那沿海區教育在中國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中國這個地方 就能夠 那以前福建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從台灣 有台灣過來 有大概是幾年前 20年 將近20年前 我們有很多 從台灣過來的這個 長者傳道 偷偷過來 默默的過來不要講 被錄起來了 都後來過來 後來過來 然後 暗地裡的培訓 比現在還要隱密 就是 關在一個 鄉下的地方 然後 沒有人知道的 就把幾個教會的一個長子 傳道 或者是負責的就 到那邊去 他們居然家人都不知道他們去哪裡 就在那邊默默巡來巡來巡來巡去 然後回去 一批來 然後另外一批來 過來 過去 一年大概有好幾次這樣子 然後我們又派那個保護團過來 台灣的保護團來 知道嗎 過來 還有 連走的總務者 連走一些船都過來 造成那个山山地区 山山地区 胡青那些地区 那些政府单位检查得不得了 哎呀 你这一须教会怎么连总都过来了 然后他们就塑造了一个国际地位 国际地位 他们害怕 我们教会是有国际联合总会来 联合总会总务者也来 带了两个国际的知名的一个学者 国际知名的学者 全世界一百名以内的 我们借助教也在美国两个 一个是蔡明西传道 一个是李三宝 李兄 两个是国际的很有名的学者 他蛮紧张啊 哇 一大批的公安都过来了 到底你借助教会在高雄吗 都没害怕 所以后来就慢慢壮大 一直到现在 主耶稣同工来 然后福音也传得很快 现在单单一个福青啊 就有两三万信徒 然后整个福建省有十多万 然后每个教会都很大 非常漂亮 信徒都非常漂亮 那信徒都很新鲜 很新鲜 他们都是往外支援大家 一起來来的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们看到了使徒行传里面 安提尔教会 使徒他有安提尔做一个基准点 那我们中国这么大 也应该要几个基准点 这里要有一个 北京 长沙 福建 好 休息一下 那叫我休息 我不能不休息 好 莫达 多了 有点 有点 你 有点